膽敢在廣告上比較意大利和美國披薩差別 堪稱是關公面前耍大刀 美國知名披薩品牌 稱霸全球之後 二零一五年 驕傲進攻披薩發源地意大利 豪邁在當地開了二十九家分店 但竟然在今年全部倒光 疫情前還頗具雄心壯志 說要設法在二零三零年之前 搶下意大利披薩市場百分之二的市佔率 但卻沒想到消費者根本不買單 不純正的美食風味 加上近兩年疫情爆發 各店租金壓力 人事開銷 越來越難負荷 而且意大利外送平台 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再在讓這家美國牌營運更艱困 這裡意大利的消息傳出之後 推特上不少歐美網友一片歡呼 還有網友表示要在意大利賣披薩 就像在北極賣雪一樣奇怪 看來想征服意大利民眾的胃 恐怕不是這麼容易 新聞 姚懷珍報導